我跟妳講喔 他有一陣子非常瘋那個 就是跟那個風鈴啊 鈴鐺啦 或者是吊掛的啦 這裡整堆啦 我跟你說 本來擺一個的時候 鈴鐺咚咚咚咚咚 這樣子嗎 他擺在公司 那個公司都是要放樣品 我們家是做請據的 你不會浸透麵包的 他買這個回來 要擺一個 我就覺得好愛眼喔 可是他突然擺很多 所以我突然覺得 有一種龐大的美感 樹大邊是美的 這個應該是 我在想應該是 好像是風在吹的時候 或是有人來的時候 就看他在哪裡叫了 我來我來給我開問一下 是... 鈴鐺 我再跟你講一下 這就是什麼東西 好吧 這個叫做花園鈴 花園鈴是什麼意思呢 在陽市的屋子 比如說你到歐洲或美國 去看一些屋子 那屋子的門 當然是那種很漂亮的大門 對不對 但它後面一定有後院 後院一定有花園 對不對 那從花園進門 它一定有一個花園的門 替門什麼意思 對... 但是這個如果有外人進來 或者有人進出的話 我們做主人的種子要知道 對不對 人家從正門來 當然就會按電鈴 那從後門來的話 那萬一都沒電鈴 而且後門一般不會裝電鈴 那怎麼辦呢 從後門來的還是客人 這花園... 那是小偷啊 不是...有可能是說 有可能是說工人之類的 那這OK 這有一塊吸鐵 大家看到沒有 對... 那吸鐵 它就吸在這個鐵門上面 門只要一動 有人來啊... 所以這叫花園鈴 花園鈴 這個是專門裝在花園裡面的 又好看 你看這是蠟腸狗 對 蠟腸狗 對不對 但是風吹不會響喔 要門動才會響 要門動才會響 所以這是花園鈴 這個鈴 評價已經講了 很少看到 為什麼很少看到 那個以前的 我們才有做這個 現在為什麼 現在都用電子的 電子的那個 Sensor有沒有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經過BBB什麼的 還會講話 對 以前的人 就很有生活品味 做一件事情 都搞得讓人覺得很貼心 很浪漫 覺得很有趣味 很有趣 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也很少人在裝這個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獨目四星 因為我在那個... 美國巨金三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他們家 他後院就裝一個這個鈴 只是他那個上面是一個 那個聖誕老公公 帶那個雪橇 了解 不大一樣 但是以同樣的功能 可愛 這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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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也好聽 這很棒 老公買多少錢 這個我前兩天問他 他說 只要買100塊還是15塊 這很棒 你那黑店老公有講實話嗎 有 但是他還滿勾矣的 100塊 我告訴你 老公人 跟勾矣無關 真的嗎 你知道 以前我有朋友跟我說 打0204電話 你叫早年有個0204電話 有 就是色情電話 不是色情電話 不是色情電話 對 經過統計呢 打0204很多都是 看起來很高興的 教授 律師 醫生 是 偷打 那個平常看起來很高興的 一棍除除的 半夜突然月亮出來以後 沒有 突然月亮出來以後 對 真的 那個太太接到電話單 打電話叫中華電信 你有聲音不對嗎 有老老托0204 那個我有個同學 你老婆等一下要去問過來 好 我們來借一下 是不是真的一百多塊呢 是 好 我們來見價一下 這很可愛 請見價 好 大家了 有點不想要回家 如果我老公有說實話的話 那就症狀很大 但是可以刷一刷 好 刷一刷 保養一下 我只想說100元不用刷 現在五千塊就要刷了 我怕他看這集節目 一直跑跳蚤市場怎麼辦 他以後會藉很多理由說 我要出門 我要出門了 我要去賺錢 鼓勵他去 那眼光真好 他們說因為男人很面苦 每天都要工作 為了家子一家的生計 對不對 平於奔命 但是呢 他自己也要有點調劑 你總不希望他去 有分威的地方嘛 對不對 去買一買古董 沒關係啦 青菜買 而且如果是一兩百塊 你讓他去調劃一下 調劑心情嘛 好 心裡有個寄託 他自己很開心 對 從彰化開圈去台中 對啊 所以這不夠油錢就對了 真的 而且比東西還貴 是啊 這就叫做 移情養性 對 真的 真讚 很精采 好